本港繼續受到強烈寒潮影響 不過今天的氣溫已經明顯回升 下午市區徘徊在大約10度 寒冷天氣警告和霜凍警告仍然生效 星期日因為天氣腰斬的月夜跑 一度懷疑仍然有一個人失蹤 拯救人員繼續在大武山守舊 但主辦單位期後證實誤會 警方說救援和聯絡選手的過程困難 不過強調救援時沒有鬆駭渡 趁結報導 可能有人失蹤 警方和消防下午繼續搜殺大武山 下車方向行車線雖然已經解封 但市民仍然不可以上山 警方說仍然有幾十架車制留在山上 部分更加阻塞行車線 已經通知車主前來洗走 和安排拖車拖走 警方在大武山停車場 設置臨時車主登記處 下午開始陸續有車主來登記取回車 停雨加上出太陽 大武山的氣溫逐漸上升 樹枝和地面的箱和冰都溶化 路面亦不再濕滑 另外星期日原本參加越野跑的選手 有陸續去到上環拿回留在山上的個人物品 有選手說被困在山上太久 而警務處、消防署等多個部門交代大武山拯救行動的情況 強調交換時從未鬆懈 我們跟主辦機構無間斷地嘗試去聯絡所有的參賽人士 他們提供的聯絡電話 當然是一些外國的電話也有 所以在聯絡方面 就未必是可以這麼直接可以聯絡得到 但我們昨天其實整天一直到夜晚通宵 一直到今早凌晨其實是沒有停過 不停地去打電話 消防署亦都說到場之後發現天氣急劇變化 地面結霜導致牢滑 增加搜索的難度 亦強調已經盡力搜救 所有可以動用的裝備都已經在救援中使用 亞洲電視記者陳婕報導 下午的天氣好像暖一點 不過天文台預計入夜之後市區可能會降至只有7度 新界再低幾度 有農戶就說過去幾天天氣影響收成 令到收入大減 蒙迪偉去看過 連日都又凍又下雨 終於重見陽光 平時農田再沒有結霜 不過不少蔬菜已經凍壞 耕種近20年的法叔說 今年是他見過最凍的一次 農作物失收 令到收入至少減6成 下雪影響越大過水澤 水澤的時間都沒有那麼久 法叔又說農場的大部分蔬菜都已經壞死 所以唯有等天氣稍微回暖再重新再種過 內地就同樣受爆黃級韓潮影響落大雪 有街市菜檔檔主說大部分蔬菜來自內地 農作物失收提高菜價 相信影響會持續到過年 天文台就說天氣會仍然寒冷 天文台預計星期二會繼續 衛星至12度 亞洲電視記者 蔣王迪偉報導